大家好,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最近很多朋友都会问,美股升到这样,什么时候停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集的ET才智Talk,专讲美股,也深入讲美股 当然有专家,今天请来Gary,专题是美股的专家,一起和我们拆解 来着这个局,究竟这个音乐椅可以玩到什么时候 Gary,我们看到上星期,其实美股依然的走势都很漂亮 两大指数继续破顶,纳资差跌,上星期跌了1%左右 一定有很多人问,究竟这一道力是可以去到什么时候呢? 我看到资金流向依然是在美股那边 嗯,没错,其实美股也很强,道指和纳资都不断创新高 不过今次的升浪和过往的几阵升浪有些不同 过往几阵升浪是有明显的火车头看到的 例如讲到去年为例,去年疫情的时候我们有摘概念 接着摘概念炒完了,就有这个譬如Fan Stock 即是Mega Cap,Mega Tech Cap的概念 接着去到总统大选,有拜登政策等等的东西 11月的时候,看到明显的板块就倾向拜登的政策 譬如新能源,那些就走了一阵 去到后来,刚才说疫苗的突破,11月9日的时候 那些重启概念的股票又变了一阵炒作了 去到今年2月头的时候,就讲债息,通胀等等的东西 所以譬如金融股,这些就受惠了,科技股就继续了 资源股那些又升了 所以这一阵,其实很有趣的 你看回过两星期之前的数据 9成的标普500的股份,都是在200天线上 即是说,差距度很高,但是又没有一个主题 其实当中,待会我们可能谈到 因为板块的轮动,是比较快了 所以未来会看到,也有一个暗的主题 都是倾向重启那边多些 但是也会中间,可能突然因为债息的抽跌 都会有一些短的轮动出现 我看到譬如环球的股票市场 最近我看资金流向,都依然倾向买股票 但是譬如你说,截至上星期三为例 已经最新的FUNFLOW,就是最权威那些机构去量度出来 全球股票的基金流入都差不多超过180亿美金 当中,只是美股已经超过100亿 而且趋势是持续的 但如你所说,Garry,标普500指数 竟然有高达9.5%的公司 其实已经站在股价200天线上 很広的基础 或者这些都是史上单约来说 最夸张的一个局面 确实有很多人唱谈 泡沫来,哪里能支持 即是这个乐观情绪,既然在没有主题下 可以玩到几时 暂时,当然是一方面没有主题 但是我看不到一些很大的问题 会影响到整个美国的基调或者股市 我们最大的引优就是通胀 通胀呢,其实由2月港到现在 不断在说的 你看到债息最高是抽到1.76的水平 刚刚上星期曾经跌到1.5以下都试过 1.46 是的,所以市场开始适应了这些负面因素 当然继续对市有影响 所以预期未来都会有调整 可能都会有调整 因为比较高 但任何调整 相信都可能是健康的调整 都可能是趁低吸力的 如果以标普500为例 我觉得你不要跌穿50天线 其实是一个健康调整 你看看今年出现的2次比较大的调整 去到50天线的水平 都有买盘进来 所以这个位置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持位置 标普500就是一笔纳指 不是最上一轮一跌下来都至少15% 待会我们再拆解吧 再经常会一直顺略 一轮土 crush 观 hero 杏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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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o gg